好 来看到的是北京 今天截至下午3点之前 他们的确诊人数是新增22例 而北京市就有规定居民 非必要不能外出 宣布进行交通管制 关闭了64个地铁站 还有200多条的公车路线 通通停时 现在都习惯居家办公了 之前不是也经常有这个时候吗 也就还好 确实会有影响 比如说有些是要 寄材料寄文件的时候 我们路的还可能需要 材料寄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相互沟通 可能还是见面会更方便一些 好 为了这个疫情防控 5月5号刚好是 大陆五一长假之后的 第一个上班日 在政策影响之下 民众只好改骑自行车 到有营运的地铁站来换车 这网友嘲讽 这个景象很像回到了80年代 继续来看香港 香港因疫情稳定 现在夏天又即将到来 5月5号解封 沙滩跟游泳池 而同时礼拜天是母亲节 跟福旦节的廉价 餐厅也放宽 每桌可以八个人 让大家可以享受天伦乐 但有专家指出说 现在的确诊人数 降得有点放慢了 代表说新冠病毒 可能会变成一个地方性的流行病 很难做到全面清理 因为疫情 微风一个半月之后 包括潜水湾等公众沙滩解封 不少民众一家大小 来到沙滩享受夏日阳光 这一天大家都等了好久 不过香港仍然是四人限制令 在沙滩也不例外 违规可罚款18000元台币 解封的还有游泳池 不过因为港府宣布解封不到两天 水上乐园及全港的公众游泳池 还需要时间进行烧毒及检查水质 所以都要下周才能开放 而运动扩免戴口罩 以及餐厅每桌可桌8人 也提早在5号生效 5月8号是母亲节及佛旦年假 放宽到8人一桌后 餐厅的预定增加了三四成 香港疫情过去一星期 回落到每天新增300例左右 但下降速度变慢 专家估计病毒已存在社区变成风土病 可能难以完全清零 而台湾疫情升温后 港澳连日来都有来自台湾的旅客 核酸检车呈阳性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100万人死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传出突破性感染 所幸症状不较轻微 目前在家隔离 台湾的疫情也狂烧 今天确诊数已经突破三万例 这个数字超越日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经传确诊新冠肺炎 他打过第三剂加强针 症状轻微 总统拜登不会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因为两人已经好几天没见面 目前布林肯仍在家中隔离 视讯工作 美国近期新冠疫情复燃 每三位确诊者就有一位感染变种病毒 至于死亡人数也在5月4号正式破百万人 有分析指出是因为Omicron大流行 再加上疫苗效力减弱导致 台湾疫情严峻 4号单日确诊两万八千多例 确诊数超车日本出现黄金交叉 而东京疫情连续多天降温 单日确诊低于三千例 但仍有隐忧 京都大学试算发现 像是Omicron等级的大魔王病毒 恐怕在未来几年就会出现一次 而且定期引发大流行 而在香港疫情虽已降温 但难清零 专家认为新冠肺炎在当地已由大流行 过渡到地方性流行病 与病毒公存才是大势所趋 记者综合报导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 好莱坞男性强力代普的控告 同为演员的前妻 安伯赫得诽谤 并且求偿五千万美元 安伯在美东时间5月4号 首次桌上的证人习辩护 三个小时证词当中 他指控强力代普对他 进行身体跟性虐待 他指控强力代普通过温柱 好 虽然说清关难断家务事 但现在已经走入了法院 就必须要按照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的是 刚刚安博他声泪俱下 就描述被遭到家暴的情境 那么他将这常立大夫描述为一个 既善良又温暖的人 但是一道酒精或是毒品的影响 就会暴跳如雷 他甚至还指控常立大夫 曾经的两个人争吵之后 违反他的意愿进行性侵害跟性虐待 当然两个人都各有拥护者跟支持者 就要来看法官最后怎么判了 好 来看为了一支美国 40年来最严重的通膨 美国联准会按照计划 祭出了22年来的最大升息幅度 美东时间5月4号宣布升息两码 而美股也是应声狂涨 不过CNN却报道说 这举动可能会让消费者看到存款数字提高 但是对于拥有贷款的民众却是不利的 而这个民调也显示 将近五成的美国民众 必不认为说 像这样子的新政策 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帮助又改善 联准会不采取升息三码的鹰派做法 美国股市以狂涨正面回应 美股四大指数尾盘极拉 中场全数收红 其中道琼暴涨超过900点 纳斯达克指数大涨3.19% 达到两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不过通膨是否会在升息之后冷却 CNN报道 消费者恐怕也只是看到存款数字上升而已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借贷成本也因此攀升 房贷车贷利率调高 让原本想购买的民众只能望而却步 美国政府积极出售 却难以挽回拜登低落的民调 CNN民调显示将近七成民众 并不认同拜登处理美国经济的做法 不仅如此 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也同样悲观 超过七成民众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况急遭 其中选举只剩不到200天 拜登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力挽黄澜 至于在化解通膨危机上 美国贸易代表署3号宣布 4年前依据301调查结果 对大陆苏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两项行动即将结束 也将启动复程程序 而贸易代表戴琪表示 政府将采取一切政策手段来抑制通膨 暗示了可能会减少对大陆苏美商品加征关税 记者刘嘉宇报导 你买雾化器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8瓶以上的 5到6瓶的或是小瓶数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快点购QR Code扫一下 记得帮我输入CTI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